以外現場位於葵聰6號貨櫃碼頭 在凌晨4時 貨櫃碼頭的工人用貨櫃吊運機 將一個貨櫃吊起期間 懷疑吊鉤鬆脫 貨櫃由一米高的位置跌了下來 剛剛擊中了一輛洗過的貨櫃車 令貨櫃車的車架損毀 貨櫃車司機受到慶傷 由救護車送軟治理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恆成報導